好 台风再度来袭 而且这回苏拉台风呢 号称是小钢炮 暴风半径不大 但是风力十分强劲 再度成为强台了 我们今天呢 现象就邀请到我们的气象主播 宣童一同参与我们的直播 宣童晚安 宣童好 大家好 好 宣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苏拉 是一个小钢炮 我们看到在菲律宾造成很严重的灾情 不过接下来呢 它到底路径会怎么走 那么影响台湾的时间点又是如何 好 没有错 我们先来看到在我旁边的这个色调强化云图 你可以看到呢 在台湾的东南方海面上面的这一颗呢 就是苏拉台风 而很多人都很好奇 这个苏拉台风啊 为什么它的强度呢 竟然减弱也都还是在中台的上限 甚至呢在未来一个几个小时之内呢 它还有可能会变成强台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新话有提到 它是一个小钢炮 所以呢 它的地形呢 其实并没有受到菲律宾的高山所影响 所以它的强度依旧是还蛮强的 甚至呢当它在离开北转之后呢 之后这边的海洋相对来说 温度也比较高一些 所以垂直风些小的情况之下 它的强度就有可能达到中台的上限 甚至是逼近强台 而预计在礼拜二的下半天呢 它就会往台湾的西南部方向来通过 而在这过程当然首当其冲的 会是整个花东地区 还有像是在台南以南的地方 那么另外在整个西北太平洋上面 我们也注意到了 其实有很多个热带系统 当然还包含了像是有三颗都已经生成为台风 而最新在今天早上生成的也就是这海魁台风 而目前这两个台风呢 是还没有交互作用 也就是大家所熟识的藤原效应 因为它们距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远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台风呢 之间其实包含像是在丹瑞台风呢 在未来的几个小时 它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温带气旋 对于影响性就会大幅的减低了 那么先来看到是影响我们比较剧烈的 就是他们靠近我们比较近的苏拉台风 而这个苏拉台风呢 目前所在的位置就在菲律宾的东北方海面 现在速度还不是特别快 每小时15公里 有慢慢的加快中 而预计在今天还是持续的往北 在明天的下半天才会开始往西北的方向来移动 所以最靠近台湾的时间点 就会落在礼拜三还有礼拜四的这两天 而礼拜三呢要注意的就是整个东半部地区 还有南部地区 礼拜四则是整个南部地区的民众要开始留意 这风雨可能会来的比较强一些 再来看到在刚刚说的 礼拜三四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刻 当然包含雨之外呢 还有风势的部分 它上市在沿海地区呀 遐管效应的影响 北台湾民众也要留意 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了 以上 好确实轩彤我们刚刚看到整个台风呢 可能接下来哦 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一直到周末呢 都会受到台风影响 而刚刚轩彤也有提醒到 现在我们的西太平洋真的非常的热闹 还有海盔台风已经生成了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哦 会出现双台共舞的情况吗 刚刚有提到这个双台共舞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藤原效应 我们就来看到呢 其实目前这两个台风距离还是非常的远 1900公里 我们要知道藤原效应 它必须要产生交互作用呢 要在1000到1200公里以内 所以现在短期之间来看的话呢 它们两者之间是互不干扰的 但是如果时间往后推 也就大概是落在9月1号 礼拜五的时候呢 这两个台风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接近一些 如果今天这海盔台风走得比较快 以及这个苏拉台风走得比较慢的话 确实有可能就会被影响到 而且刚刚说的这个藤原效应呢 主要就是强的影响弱的 所以不止整个包含像是在苏拉台风 它即使已经离开了台湾 它也有可能会被拉回来 进而影响到台湾 或者是影响台湾的时间变长 导致在遐管效应 整个西半部的风雨都不平静 风雨都会来得比较强一点 我们就来看到现在 其实如果没有藤原效应的影响之下的话 其实台湾就是刚刚说的 礼拜三四是风雨最强的 如果没有藤原效应 整个花东地区呢 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紫暴的颜色 也就是它的累积雨量 可能会来到好雨 甚至是更强的强降雨 所以提醒民众尽量还是避免前往山区 除了这个整个花东地区 还有屏东等地呢 像是在南头的仁爱乡 山区的地方 也还是要注意这个风雨来得比较强 这土石很容易松动 我们来看到在8月30号到9月1号的 这个过程当中啊 其实这两个台风会慢慢的靠近一点点 但是主要还是依据他们走的这个速度来看 所以当9月1号 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呢 他们之间彼此的距离 可能就会在1000公里以内 如果今天海葵发展起来 以及苏拉慢慢的减弱之后呢 确实这个苏拉台风 就有可能会有一个回马腔的形式 而进而往回走 所以对于整个南台湾的影响性 就会变得比较长 而且也比较大 好那我们线上有很多朋友都在跟宣童打招呼 然后也想请教宣童 接下来呢放台风架的机会高不高 而且据说呢 礼拜四礼拜五刚好 就是高中国小以及国中的开学日 爸妈们有需要超前部署吗 宣童 确实在这个礼拜三之后呢 其实台风啊就要来了 而这个台风呢 势必也会影响到这个学生到底能不能开学 大家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同班同学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到如果今天它会影响的话 时间点大概是落在什么时候呢 在礼拜二的时候呢 其实就要注意了 这个时候台风慢慢的靠近 但是整体来说在整个沿海地区呢 风雨不是特别的强 倒是这个浪呢 要注意会有长浪的发生 而且在这个花东的沿岸呢 有可能会出现可能三米以上的浪高 而且长浪你其实是看不太到的 但是进来的时候呢 这浪高可能就会出现三米以上 甚至不排除在靠近中心的位置呢 它有可能会来到六米的浪高 那么最靠近台湾的时间点 目前还是认为是在礼拜三 还有礼拜四 那么影响的范围分别在哪里呢 我们就透过这张图来带大家来看 礼拜三的时候最主要还是以整个花东地区为主 以及在这个屏东恒春半岛一带 这边的雨势还有风势是来的最强的 但是如果今天等到礼拜四 它会比较靠近台湾的整个西南侧 所以在整个花东地区的风雨还是会持续之外呢 包含像是在云林以南的风势 雨势也会开始慢慢的增强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距离台风的中心 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 那么在整个外围环流 包含像是在台风也周遭风雨最强的地方呢 就有可能会触碰到 而且现在目前的预测路径呢 都还是有可能会北修一点点 或者是南修一点点 这都很难说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未来一周的降雨情况了 刚刚说在礼拜三四的时候是最剧烈的 我们就以欧洲模式来看 其实他们也很明确的表示了 在整个8月30号 也就是大概礼拜三的时候呢 整个风势还有雨势啊 会发现集中在整个恒春半岛一带 以及花东以南一点 但是来到了礼拜四的这一天呢 整个嘉义以南呢 的雨势也会开始慢慢的增加 但是你往后看 虽然到这周末呢 感觉很像整体来说 这水汽会变少 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藤原效应 还是有机会会发生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这都还只是保守的估计 所以在未来 有没有可能他把他的水汽给拉上来 进而影响到整个南投 或者是南投以北 我们会持续的带大家来掌握了新话 好的确实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 周三跟周四会是台风影响台湾 最为剧烈的时候 但能不能达到这个雨量跟风力 是停班课的标准 还是要锁定我们宣同的预报 而在这边要请教宣同 接下来这几天是不是每节都可以看到你呢 是没有错 对那我们线上有很多朋友在问说 我们的直播 接下来是不是也有 因应台风的马拉松式直播 今天才跟宣同聊天哦 没有错 接下来呢 礼拜二礼拜三到礼拜四 我们都会加开眼棚 也请线上的朋友持续锁定 新话还有我们直播的主播团队 还有宣同咯 谢谢大家